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 11月26號的財源廣進 選完了整個台北股市呢 在今天是選後新的一個開盤 那我記得在選前的時候 我跟各位說過 或許因為選舉而造成你 整個操作上面不知道多空 但是選前我給大家一個策略 就是說有低點你先買 等到選後呢 有些個股你可以先賺 當選後呢沒什麼事情呢 有些個股還要繼續賺 好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在選前措施低點了 不用急 因為今天我們的節目裡面 會告訴各位 反正選後了嘛 執政黨大敗 那這也預告著說 全國的老百姓 告訴現在的執政黨 你要拚經濟 好 不要去搞形態了 所以我覺得選後拚經濟 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但是呢在選後拚經濟 我們要怎麼去做選股 選股的策略到底在哪裡 到底方向在哪裡 這是今天我們解盤的一個重點 好 我們先來看 因為今天整個台股 早盤就直接激情過後 先漲180點 漲180點之後呢 目前指數呢 維持在漲了八九十點的一個空間 或許你會說啦 今天台股留了很長的上影線 說話又怎麼樣 反正選後符合大家所需期的 所需要的 所以呢先大漲 大漲有點上影線 目前的指數呢 還維持在一個比較上漲的格局 而不是開低走高殺拉到平盤 沒有 沒有這樣的狀況 那台股到底會不會漲呢 你來仔細看 因為如果說我們從整個 國際股市裡面來看 近期的美股啊 是比較弱 稻窮比較弱 那我們有跟他講過 今天LINE裡面就跟他講 因為稻窮裡面是有石油的類股 油價大跌造成他能源類股跌 所以呢稻窮跌的比較多 但是你會發現到啊 高科技股沒有破底 然後呢 費成半導體最近是最穩定的 如果說連最弱勢的費成半導體 都出現穩定的話 我預計這個禮拜的稻窮 應該跌升潭 好 應該跌升潭 那你台股呢 除了美股的影響之外 你來看亞股 今天亞洲股市全面漲 你不要跟我講說人家有選舉 沒有啦 沒有這回事了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到 上海股市是稍微比較偏震盪一點 沒有什麼比較強 大家比較偏震盪 可是呢 南安股市呢 他這一波反而先站上月線 有沒有 連那個恆生指數啊 你會發現到 他不只站上月線 如果說我們把那個季線加進去 你會發現到他已經來到季線 所以你會發現啊 既然亞洲股市是這樣 台北股市這樣子走又何嘗不可 不是要跟國際股市接軌嗎 對不對 那台股有沒有機會攻 這個地方有幾個因素啦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 美元應該是見高點了啦 所以今天台股一開盤之後 新來幣匯率就升值 新來幣匯率就升值 你看歐元也在升嘛 所以新來幣匯率升值 亞洲匯率升值之後呢 造成整個亞洲股市全面漲 全面漲 那當然還有一個川席會的 一個變數啦 不過我今天在節目裡面 有跟大家講過 因為美國21號的時候 美國的航空母艦雷根號 去香港參訪 如果兩岸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好 不可能有這個動作嘛 所以我覺得川席會 不要把他看得太壞 但問題是到底這個地方要做什麼 選股策略在哪裡 今天整個選股策略 我們在LINE裡面 都有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你還沒有加入LINE 我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NE 反正也不用錢好不好 台股的選股策略在哪裡 有兩個方向 因為如果說以這個盤裡面來看 台北股市在走區間 這個區間盤 能不能在12月份 有明顯的反彈 明顯的上攻 第一個重點 全值股是重點 對不對 全值股是重點 全值股不動 你台北股是怎麼漲 那全值股到底動了沒有 你仔細看 你看台積電 今天都跌不下去了 上個禮拜有低點 到今天為止呢 跌升開始台 他為什麼能夠跌升台 外資不是調降他平等嗎 不只調降他平等 調降半導體的平等 可是廢半沒跌下去啊 對不對 所以呢 台積電開始動 除了台積電動之外呢 即將力道太弱了 後面還要動什麼樣的個股 比方說今天在LINE裡面 我們跟他講 你去看 比方說大力光 大力光近期已經先站上月線了 前面景線在3390到3400左右 如果說大力光能夠站上 這個景線的話 也代表什麼 他打底完成 所以你來仔細看 今天大力光 你看啊 現在已經來到 山上3400了嘛 對不對 所以讓大力光都直穩了 大力光都落底 台積電也跌升坦了 你告訴我台股要大跌 跌不下去啊 所以當這兩個全子股在動的時候 其他低檔的一些高價股也要發動 所以咧 上個禮拜我是不是有跟你講 講什麼 講國際嘛 國際技術面 已經來到攻擊的重要時刻 11月20號跟你講 當時在低檔的時候跟你說 有沒有 那結果講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到 國際在選前你就可以先賺30塊 到現在為止呢 我覺得國際還沒有結束喔 你前面低檔沒有買的 當大力光台積電都上來的話 這些高價的個股還有低點喔 還有低點你趕快買喔 你趕快去掌握低點喔 再來呢 如果說連大力光都能夠動得起來 那當然不用說了 下一檔就是玉金光 好不好 光學類股有機會 所以你來仔細看喔 玉金光目前離月線也只差一點點 底部都打出來了 所以有些個股你在低檔 你要趕快先去卡位 好 那這些都是比較屬於高價的部分 那當然有人會說 老師我資金不夠多怎麼辦 沒有關係 資金不夠多的中低價的個股 我認為在12月份的時候 有法人結帳的機會 因為他要把帳做出來 否則他今年可能要打包回家吃自己 所以呢有些個股 他已經先動了嘛 你看 宏達電低檔跟你講 漲了三支停擺 TPK低檔跟你講 之後也都拉上來對不對 好 那我進級跟你講什麼股票 還沒有動的時候跟你講一檔 這檔個股是正文 5G的概念個股 5G是不是動起來了 如果你前面沒有買的 我11月21號跟你講 下一檔5G輪動股 圖形在這裡 這是哪一檔 排羊嘛 你看啊 講完之後隔天漲停擺 漲上來之後呢 選錢還讓你看到創新高 所以5G快分出勝負了 所以5G的個股 你千萬不可以缺席 那當然如果說這些個股 你都沒做到 後面要做什麼股票 各位 下一檔下一檔下一檔好好把握 這檔頭肩底形態完成了 這檔一過緊線 他後面會有一段 要準備走波段 我最近研究他的籌碼 我發現到有人一直吃 有人一直吃 那代表什麼 後面一定會有利多公布 所以呢 有些好的股票 先及早佈局 這樣子你才不會淪為指數 出展蝴蝶 而每天去追高殺低 這樣子你風險太大了 那你照著我們的方式做 我從來沒讓你去追 我都幫你掌握後面輪動的一個順序 好不好 那如果說認同我們這個操作的話 我建議各位 因為這個過好年133計畫 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那我們這禮拜就結束了 我們這禮拜就結束了 我讓你用一個最低的門檻 能夠幫你掌握台股的輪動 幫你掌握過好年的一個機會 所以呢 如果選前沒有佈局到的 沒有關係 新的輪動的方向 正在開始進場當中 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那也歡迎各位 加入我們過好年133計畫 本週結束 本週結束 歡迎你廣告之後 打電話進來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1941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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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łaściwie